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述国安局探员负责追查儿童人口贩卖的案件 在一次的任务中 他顺利的将一名小男孩救出 但从他口中得知 他的姐姐还落在别人的手中 为了将他找回来 男主决定深入丛林里面 发誓一定要把女孩逃离炼狱 今年9月上映了不少电影 每部都有其亮点在 但自由之声 在没有任何宣传的状况下 吸引了嘉义的目光 因为他在北美卖出一亿的票房 堪称今年影坛最强的黑马 再加上Catch Play提供免费的观影机会 于是决定挑一天进戏院感受自由的生命 究竟代表了什么 首先来聊剧情吧 这几年人口贩卖问题 在国外不减反征 身为探员的题目 看着这些受苦受难的孩子 自己费尽千辛万苦 只能够抓到恋童癖时 对他造成一定的压力 甚至一度想离职 避免接触到类似的案件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次他们营救到的小男孩 表示他姐姐也被抓走了 希望提姆能够帮他找回姐姐 提姆看着自己家中六个孩子 跟自己的老婆讨论之后 决定离乡背景 前往未知的国路 想办法救出更多的受困孩童 他们一路上遇到了各种的难关 用尽各种的方法调出人蛇集团 却还是没有办法找到他姐姐 在多方帮助下 他们总算得知女孩的下落 驱车来到深山野岭 卫装成联合国的医师 深入敌军的阵营 在一番苦斗中 他们终于救出了小女孩 将她带回家人的身边 回国后的她 也积极推动相关的法规 希望遏止人口贩卖事件再次发生 身在台湾的我们 对于人口贩卖这件事情 并不太重视 毕竟绝大多数台湾人民都很亲切 即便你把笔电放在咖啡厅 外出用餐一个小时多 等到你回来时 东西依旧安稳地在原位 这就是台湾可贵的地方 但在地管的国度里面 还是有着不少人 自给自足 过着原始的生活 连人手一只的智慧型手机 都没有概念 这个时候 某些心存怀念的人 就会将魔掌生向他们 透过各种方式 将孩子从父母身边抢走 再也高价贩售给需求者 让他们每天接5到6名的客人 无限循环下去 光这样想 是不是觉得 头皮开始发麻了 但更残酷的一点是 被抓走的孩子 即使年纪都不大 等到他们被揪出来时 可能都被迫接客 长达数年之久 在身心灵疲惫的状况下 内心也生了病 不再相信这个世界上面有好人 将自己整个封闭之后 就此了结性命 如果今天被抓走的孩子 是自己的 你会想方设法 找回孩子的下落 还是无奈接受事实 一辈子活在悔恨之中呢? 再来电影剧情巧妙聚焦在两位姐弟的身上 不将营救的重心过于放大 透过他们的遭遇 紧紧抓住观众们的心 让儿童诱拐不再只是一个数字 而是具有形体的邪与类 现今的社会不断将统计的数字 摆在你我眼前 久而久之 我们就会慢慢习惯进而影响的那些 真正需要大众关注的议题 沉入海底中 嘉义很喜欢电影中提姆对金主所说的一段话 别再想那两百万人了 先想想这个女孩就好 确实 单就数字面来看 仅凭自己一个人 根本无法扭转现实 但当你确确实实 从人蛇集团手中救出第一个人质时 那种感动绝对会让你印象深刻 也会使你继续投入其中 要让更多的受困孩童 帮助他们逃离魔掌 你也有这种感觉吗? 接着电影的筹资方式也很特别 由于本片议题在北美极为敏感 因为涉及到不少当权者的利益 再加上有损美国的颜面 该片在上映前受到各种的打压 就是要避免引发民众关注 但自由之声 透过群众的募资 再加上制片公司努力的出资 才使本片顺利在北美上映 并取得今年独立电影最卖足的殊荣 而电影在结尾的时候 也提供观影的民众 一个赞助他冷静戏源支持的管道 希望透过大家的协助 让更多人了解到人口贩卖的严重性 这么独特的行销方式 我想也是电影之所以能够卖足的主要原因 电影口碑一个传一个 成为最有效的行销方法 总结自由之声 是你今年必看之作 这世界上有太多问题 是需要你我持续关注 才有办法改变现况 你的参与与否决定了世界走向 甚至是未来的一切 关注议题勇于站出来 自由才有机会发声 我是嘉一 我们下部影片见